今年的二月份,无锡警方抓获了一名诈骗嫌疑人,他专门利用购物卡实施诈骗 说起这个嫌疑人,他曾经是毕业于某名牌大学,还担任过班长,应该说有着大好的前途 他走上今天的犯罪道路,完全是屈荣心作祟 今年27岁的武惠杰,家在河北,是个典型的北方男孩 武惠杰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 因为能力强,还当上了班长,不过他天生好强要面子 在外面跟同学聚会活动,总是抢着买单,不希望别人瞧不起他 但其实他的家境并不好,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让他在外面挥霍 为了多挣些零花钱,武惠杰利用业余时间去打工 可是作为班长,繁重的班级事务往往让他难以两边兼顾 到了大二,武惠杰不堪重负,办理了休学手续,去了上海一家外企工作 本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 可工作以后他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武惠杰对人生充满了抱怨,他认为只有走歪门邪道才能快速挣钱 于是他通过网上搜索,了解到了购物卡诈骗 这也是迫于压力,所以说就这样,在网上搜索一些案件 然后搜索一些案件,我感觉这个案件蛮适合 但是我不会怎么做,然后我就找了几件,我能找部门 所以说我就搜索了这个案件 武惠杰首先在网上购买了一批空卡和一台读卡器 然后又来到无锡加勒福超市,购买了三万两千元的购物卡 他通过读卡器将所有购物卡的信息都复制在空卡上 也就是说每张卡都被克隆了 2013年1月25日下午,武惠杰就在无锡的一些礼品回收店 食品店等地方,以九折的价格都售他的超市购物卡 很快就卖掉了30张 钱得手以后,武惠杰拿着之前复制的克隆卡快速去超市 购买了六部苹果5手机 然后又在网上将其出售 等到买卡人真正到超市去消费的时候才会发现 其实卡里的钱早已被刷空了 打了一个就是时间差 因为实际的购卡人呢 他用卡肯定是有一段时间的 他在把卡出售之后 在几个小时之内马上到另外一家家的回去 把这些卡就使用掉了 无锡警方接到报警后展开调查 一个月后在上海一宾馆内将武惠杰抓获 目前他因为涉嫌诈骗 被无锡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